第四個月的投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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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投資者大家好 我是輪延科目分析師莊志銘 在週末前為各位做台股的投資分析 就台股來講的話 昨天跟今天出現一個強勢大漲的表現 但是在這兩天的大漲過程當中 包括昨天的金融股的成交比重突破了兩成 那今天的整個大漲的成交量來到1600億元 那會讓市場解讀說短線這個台股過熱 可能已經是一個波段高點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在這兩天整個大漲往上攻的同時 其實中小型股是不漲反跌的 然後在這顯示就一般的投資人 對於台股的衝高是比較無感 甚至有台在做一個逢高出脫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 就目前台股的一個 不管是技術面也好 或者是從旁邊來也好 目前台股並沒有一個太過高估的情況 因為就目前整個國際股市的時光背景是 國際股市持續創高 那台股是到今天才創下一個波段新高 但是還沒有創下歷史高點 但是其實你觀察 歐美股市大部分都已經創下歷史高點 但就目前整個盤是由外資主導的台股來講的話 對外資而言 然後台股當然有跟對於國際股市 大概有一個落後補長的機會 甚至大家還有機會再往上創高 尤其我們可以 這個稍後會提到 尤其我們觀察在今天台股創高的同時 外資是沒有做解碼的動作 如果外資是想要拉高出貨的話 照理講應該會在今天指數衝高 增加量放最大的同時 能做一個反向出脫的動作 這才符合先前大家是想擔心的拉高出貨 但是它卻是在今年出現一個大滿 顯然它並沒有要在這邊就停下腳步 有可能接下來指數還會有一個比較高點的期待 當然會帶動昨天整個指數 大幅上漲的一個重要題材單就是護台通 在中國政間會副主席釋出有對護台通研究之後呢 這個我們金管會主委證明之後呢 也表示有可能可以先從ETF開始 但市場聯想可能接下來這個護台通有股了 那當然也帶動金融股領先上漲 因為畢竟這個兩岸的一個金融相關的交流呢 是跟金融股有關 而且大部分金控都跟旗下都有證券股 那整個成交量放大 或者是兩岸股是互通 對於證券股也是有利的 所以金融股昨天就出現一個爆量大漲的走勢 雖然今天漲是稍做休息 但是它是維持一個攻擊探視 並沒有出現一個黑K 顯然這個行情應該還沒有那麼快的結束 那如果你用短線來看的話 或許可能金融指數是漲高的 但是如果你們回去換成週K線或者月K線來看的話 其實金融指數目前它都還在低檔的位置 如果接下來他們整個獲利營運的一個改變 大漲股價就還會有往上調整的一個空間 所以金融股接下來並不用太看淡它的未來的表現 只要因為認為短線爆量 就認為這行情是結束 我認為可能都是下一波公式的一個起張點而已 另外我們看到在今天金融股休息的總值 整個推升指數的一個推手轉由電子股來領軍 尤其是全職龍頭台積電 目前它是屬於第二季的一個產業相對單機 近期也有持續有利空的一個市數 包括它主要客戶高通、訂單流失 甚至下修第二季財測的一個利空 但是台積電股價在利空之中持續上漲 甚至在今天外資大來近百億的同時 已經推補先前的一個像紅缺口 即將要做一個創高的表現 這是非常強的一個公式 因為剛有提到 台積電目前是處於第二季的單機 在淡季股價即將要創高 那如果即將進入旺季股價 會不會有更高的機會 這是非常具有想像空間的 尤其外資在今天買了8萬多張 接近9萬張的一個水位 那大家會讓市場期待 先前賣超的外資會不會趁著這個時間點 做一個大力回覆 提前反應下半人的一個旺季題材 這個是值得留意的 但如果台積電是持續創高的 我們看指數就會被同步的推升上去 那另外一個今天轉強的則是鴻海 因為它是舊台灣50當中季期最低的 新鮮盤中一度有突破整理區間 以及年限反壓的位置 雖然收盤是沒有收上去 但是我們看看外資的一個母愛超 今天是買了10萬多張 算是它這一波回補的近期大量 那由於就鴻海的基期是最低的 如果外資要持續做多台股 它不太可能去拉目前股價已經創高的個股 因為拉上去都會有一下 他們做一個風高獲利了結的情況 所以賣壓會比較重 所以它有可能會選擇這種基期最低的鴻海 來做一個拉抬 因為大家都淘在上面 在這個拉抬過程當中 不會遇到太大的賣壓 尤其我沒看到 從三月中開中下屬開始的外資其實是持續正在買方 當它回平到一定的量之後 這個股價就有機會歐黃山做一個突破 然後可以留意下禮拜外資對於紅海的進出情況 如果是持續正在買方 那這個股價應該就有機會往上來慢慢的向上見高 那當然就先前提到 美國現在是在超級財報做的一個期間 那以目前已經公布財報的企業來看的話 差不多接近八成都是優於預期 那當然主要是先前市場看得太長了 因為擔心美元的強升可能會造成美國企業的一個獲利的一個衰退 但是最後公布的大部分都是優於預期 所以也帶動美國指數 四大指數開始目前已經有兩大指數開始創高 像S&P500在昨天盤眾有創下一個新高 那納斯達克在售盤也是創下新高 那現在目前還沒有創高的是道琼跟飛沉半導體 那飛沉半導體當然主要是因為 這個晶片大廠目前有出現下修採測的情況 導致這個半導體是無法在這個時間點做一個創高 再加上目前本來就是半導體的淡季 所以比較難做一個創高表現 那道琼的部分呢 往接下來可以留意 因為蘋果現在已經拿了道琼指數 那接下來蘋果也在27日後公布財報 如果他交出的這個財報是優於預期的話 相信那道琼指數在下禮拜應該就有機會穿上 或許在今天也有機會 當然最主要還是在下禮拜有機會 因為受惠蘋果財報又預期而走強 所以就目前來講的話 美股如果持續創高就外資是按照美股的漲跌來操作壓股來講的話 當然對於台股可能還是會偏多操作 是有利台股持續上風的 他剛提到就在今天這個台股創下金融海嘯後的一個新高的時間點 他是大買了464億喔 是創下外資門超史上第二大量 所以顯現他是持續看多台股接下來的表現 雖然他今天在期貨是有縫高解碼多操 當然主要是因為今天盤中期貨已經衝上萬點 他在萬點的時候有做一個多操回補的動作 當然主要還是要看他在這個現貨的部分 他是持續做一個買潮 再加上去年底到今年初持續做一個買潮量 接下來應該還要再往上拉台指數才有機會讓他可以風高做一個出脫 因為你可以看到外資間大買 但是本土法人卻是逆向做一個調節的動作 顯現本土的遮徑是比較看淡後勢的 除非這些本土資金也開始轉滿 這個外資才有機會做一個出脫的動作 所以他有可能持續拉高 讓先前賣錯的這些本土資金做一個回補的動作 比較有可能是台股高點的一個時間點 但目前是還沒有看到 所以台股接下來有可能還會持續穿高 當然接下來投資人一定會問 如果接下來要買的話要買哪些股票 當然建議投資人可以先從 如果富台銅真的開通的話 中國大碼會買哪些股票 當然剛有提到 金黃會釋出可能是先從ETF開始 當然ETF所追蹤的個股 就有機會是他們優先鎖定的標的 當然就有0050就是台灣50的一個成分股 當然就有可能是第一波中國資金會買環境的一個標的 所以你們可以發現0050其實在昨天 價錢指數還沒創高的時間 就已經引先大盤創高了 今天是在創下一個歷史新稿 表示市場已經有資金進出 要提前做一個卡位的動作 所以台灣50或中型100當中的成分股 都是投資人可以留意的 因為畢竟如果中資來台的話 他一定買他經過的公司 那些只要中小型的增加量不夠大的 就不太可能是他們優先的一個購買標的 所以如果真的接下來開放中資來台 這些全資股可能都會有持續更高的機會 當然其中剛提到目前位置最低的就是鴻海 當然鴻海在他們那邊設了那麼多的一個廠房 相信他們應該對鴻海這家公司股不會太陌生 但再加上他的機器夠低 當然就有比較買進的一個用逸 所以也可以期待鴻海在開放入資來台之後的一個股價表現 另外隨著整個大門的成交量長大 或者是未來有機會入資來投資台股 來擴大整個台股的成交量 那收費程度最大的當然會是證券商 因為隨著成交量能擴大他們的手續費收入也會增大 那畢竟證券商主要的收入就是來自於手續費收入 所以證券股會是開放入資來台之後呢 最主要的一個收費族群 那它當中就可以留意2856的原附贈 因為就目前在整個族群當中 它的一個本益比是相對的低 本益比是相對的低大概只有不到10倍 那殖利率也是屬於中上的水準 那本益比也是屬於相對低的一個情況 所以就是它的股價是屬於族群中有一個低估 低估的情況 所以比較有機會落後不漲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它在昨天金融股走強的時候 也的同時也是有出現一個強勢大漲的一個表現 那就技術品來講的話 其實它也是均線糾結之後的一個突破 那就這種形態而言 股價應該都還可以走上一波不錯的一個空間 只要接下來沒有再出現一個爆量黑黑的話 相信它的股價應該可以自我降薩 那正屆股來講的話 基本上就是看著成交量去做操作 如果成交量能持續維持在1200、1300這種水準的話 那當然對於他們的所需費收率 就一定會有加分的效果 那當然對於股價來講的話 就有機會隨著營收開始增加來同步走高 所以操作這券股主要是看成交量能 有沒有一直維持在潛移之上 那另外呢 可以留意這個先前已經持續追蹤的這個3051利特 因為就目前來講 它的三個主要客戶 中電、熊貓、京東方以及華興光電 今年要開出的8.5代的新產能 都在3月底以及4月初陸續開出了 那隨著這些新產能慢慢的達到產 滿載水位的話 對於利特潛在訂單貢獻就會逐步的喊 神文再加上第二季開始呢 它的產業是算是進入一個相對的一個旺季 所以它的營收是有機會開始逐步神文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尤其是它的其中一個客戶環境萬年 尤其是它的新的8.5代場 是在今天做一個投場的動作 那它今天股價也有做一個同步 漲停的一個慶祝行情 能不能維持到下禮拜 而投資人是可以持續留意 那另外就是 目前基本上已經可以確定 它已經連續兩季都在維持禁止5以上 所以最快到下個月 財報通過之後呢 它就可以恢復正常交易 將有助吸引法人資金 或者是增加它的一個流動性 當然有機會成為它 推升它股價向上的一個新動能 所以接下來它的股價表現 應該是值得期待的 投資人是可以持續追蹤 然後利特接下來的一個營收 或者是它的成交量 有沒有開始做放大 如果有效突破這個整理區間 或許就是下一國公司的一個起障點 那以上是這邊所做的一個分歧 預祝投資人休假愉快 謝謝 接著有機會 一直停止 還有一杯 怎麼會變得超濃烈的